是逢中华民國國慶 各國駐外辦事處歡慶 駐澳洲各管處藉由國慶酒會 向澳洲各界傳達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意願 明年是非常特別重要的一年 因為澳洲將是成為CPTPP的輪子主席國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跟澳方接觸 希望他們能夠支持台灣來加入CPTPP 特別是來成立工作小組 來審查台灣的CPTPP的會員資格 那我們相信台灣具有高標準的 符合高標準的資格來加入CPTPP 澳洲外賓上台致辭祝賀 隨後貴賓們進行合照並舉杯禁酒 大家互相交流 現場氣氛輕鬆 澳洲聯邦參議員對台灣加入CPTPP的前景 表示樂觀 我們會有分別的供應 現代的民主黨 所以我認為這也能夠說到 這也不在任何國家的優勢 當然澳洲也不肯定 會繼續持有很強的交易關係 因為這也會利用兩國 鏡頭來到美國 駐紐約辦事處舉辦的國慶酒會 邀請來自紐約州 有著西州及賓州的政要 商界與喬界領袖共襄盛舉 今年適逢台灣關係法45週年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李志強表示 美國不分黨派遞支持 提升堅如磐石的台美關係 HDA,RESOLUTION 2758 貝里斯助聯常務代表傅樂代表友邦發言 讚揚台灣在人道及科技領域的貢獻 並敦促聯合國正是台灣人民長期被排除的現狀 美國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 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芙瑞斯等人也透過賀涵祝賀 強化雙邊貿易與友誼 中央設計者楊淳慧 廖漢元 雪凌紐約報導